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5月1号 利尔主场盼取三分 星期日凌晨 法甲第35轮有由利尔主场迎战内斯 利尔近期号取三胜一和的不败战绩 球队状态不错之余 还能保持稳定 加上球队过去三次面对内斯 未尝败职 球员心理占得上风的利尔 今次有望在下一城 联赛已经来到白热化阶段 跟西甲一样 法甲的珍贯之战也是原念重重 利尔、圣日尔门 同摩纳哥 他们分别以73、72、71分霸占前三席位 因为球队之间的积分相差不大 所以每一轮对于暂时毁烈领先位置的利尔 都显得非常关键 在球队结束了法国杯之后 的首轮联赛爆冷书给尼姆 幸彩利尔及时望阳保劳 整装待发的他们立即 就在之后作客之旅中拿到连胜 在同盟比利挨握手言和后 再度跌落次值的利尔 面对手循环未能击败的对手里昂 在这一场强强对话中 利尔一度以零比尔落后 幸好耶马斯在该场比赛中发挥出色 他贡献两个球和一次助攻 帮助球队完成 大逆转 作为队内的高龄球员 一人获得12个入球和5次助攻 为球队独造17个 老当益状的耶马斯 今次的发挥将左右利尔的赛果 球队从勾霸杯租瓦即是相杀 法国杯子步16强 现在利尔只需要将重心摆回在联赛 深无旁骛的主队今次连胜在职 在阵容方面 前锋添莫菲为亚因相缺阵 另一边34轮过后 内斯以13胜7和14负的战绩 暂时有46分 球队今季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不过因为发甲来到的赛季末 目前亦只有增贯集团 同呼吸小队的形势较为水深火热 而内斯已经呼吸无忧 同时夺贯亦无望 高不成低不就的形势 导致他们的增性欲望 明显没有金仗对手利尔敢想要赢 而且球队上一次作客前者 其结果就是被利尔4比0大炒 球员心里未战先戏 更甚的是 他们最近一次客战 面对已经督定降班的迪安 竟然被后者凌峰击败 照这样的情况 今次无心戀战的内斯难有作为 在阵容方面 后卫丹迪 同中场马武烈达等人 因相无缘披挂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关注和支持 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播